最近好像CS店的销售在狂推远程温控功能 原价6年1999 现在好像1399 那我今天这个视频不是教大家如何去买 怎么买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按照步骤点点就行了 这里提醒一下 你去CS店买 还能送一个代金券什么的 更实惠 不要傻乎乎的在APP上面直接下单 今天发这个视频的主要目的是 有些好心的博主在教大家怎么买 下面有评论就在嘲笑 哎呀 这种功能宝马都要收钱 宝马车主真是大冤种 我就很奇怪了 第一 人家花你钱了吗 要你掏一个子吗 第二 这个世界无论贵的便宜的 无论要钱的不要钱的 总有人会去买单 存在即合理 对吧 第三 按照这些喷子的逻辑来说 远程温控应该标配 不应该掏钱 我国产上都有 或者我的车上都有 你没有 你宝马没有 你就是冤种车主 你的车企就是黑心厂家 按照这个逻辑来说 有些车子车漆颜色也要收钱 是不是也是黑心厂家 车主想要一个白色的车漆 要另外掏8000块钱 是不是更大的冤种 标配黑色不掏钱 白色加8000 而且在日本 在美国 白色还不用掏钱 这是不是不但是冤种 还涉嫌歧视了 所以宝马的车主能不能说 哎呀 你们这种大冤种车主 车漆也要收钱 我们宝马车子 车漆都标配 不收钱 能这样说吗 不能 我们有数字 对不对 所以存在即合理嘛 总有人愿意为了车漆去买单 就像总有人为了远程温控去买单 一样的道理 懂这个逻辑吧 就像以前宝马的电车送充电桩的 其他的很多车型它是不送充电桩的 那宝马的车主可不可以这样说 哎呀 你们买个电车充电桩都不送 真垃圾 没必要这样说别人对不对 别人愿意接受自己花钱去买个充电桩 可以啊 所以这种事情说起来就很多 你说宝马的温控 我就说你的车漆 对吧 说来说去有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上总车地了解 各种有趣的汽车节目汽车知识 就像大家车子都是4个轮子 都是只能在路上跑 又不能在天上飞 为什么宝马卖的就比你车会贵一点呢 那倒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好 便宜的就一定差 而是我们可以选择尊重这样的规则 你不论可这样的规则 你不去买他的品牌不就好了吗 人家买了你去嘲讽别人 真的没有意义 远程温控说白了就像是这样 远程启动发动机 或者在app上面点一下分散 就自动会把发动机启动的 在夏天的时候提前开一下空调 进去就很凉快 尤其经常停室外的 其实还是要买的 一般油车前三年是送的 后面就要买的 那你愿意买你就买嘛 你不愿意买 你三年到期以后 你就夏天热一点 也就热两个月而已 而且三年自保过了以后 你可以找人刷存息啊 更便宜 可能都不用1399了 所以有什么好说的 还是一句话 任何事情你能接受你就去做 你不能接受你就远离他 人家觉得这东西值1000多块钱 花这1000多块钱 对他整个生活质量 不会有任何影响 就当是买了双鞋 跟朋友吃了餐饭 仅此而已 怎么就不能花这个钱呢 花了就是大冤种了吗